在家里怎么养好枝子花呢 大家好,我是一木 今天我会详细的教大家 枝子花应该怎么养 枝子花是一种漂亮的花卉 它的花朵又硕大又洁白 而且非常的芳香 许多人都喜欢养一盆 但有些花有不了解枝子花的习性 养一盆死一盆 如因出现大面积黄叶枯叶落叶 不开花,花朵脱落 不到一年就把它养死掉 真的非常的可惜 那出现这些养护问题的原因 都是因为大家不了解枝子花这种植物的习性所导致的 在这一堂课程当中 一木将详细的解答枝子花各方面的习性 帮助大家养好它 接下来跟我一起来学习吧 好的,大家眼前摆的是一盆枝子花的盆栽 我们来讲它的第一个习性 就是枝子花是喜阳的还是喜阴的呢 大家跟我一起牢牢记住 枝子花是洗大太阳的植物 是一个典型的喜阳植物 绝对不喜阴 如果你长期在室内栽培 会造成枝子花出现大面积叶片脱落 花苞脱落 不开花 甚至很容易养死它 只有光照充足 它才长得快 长得好 开花多 好的,接着我们讲枝子花的第二个习性 就是它的浇水技巧 那枝子花这个植物 我们要了解 它是一种非常洗水的植物 我们称之为洗大水 就是它洗水洗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这个枝条啊 它都可以剪下来 插到水里都可以活 都可以生根 都可以发芽 所以这个花甚至能养到水里 你就明白了 它非常的洗水 所以对枝子花这种植物呢 我们浇水一般是采用宁多物少 尤其是在生长季节 千万不要让它缺水 因为枝子花一旦缺水呢 就容易出现叶片枯黄 花苞脱落 所以很多花友问我说 为什么我的枝子花还没开 花苞就落了呀 缺水了 你千万不要觉得你浇水浇足了 其实根本没浇足 我们给枝子花浇水要怎么浇 我浇一下大家啊 怎么具体的浇水 每次给枝子花浇水之前 你要用手啊摸它的土 如果发现土壤是很潮湿 就不用浇 有水就不要浇 但如果用手一按压土壤 发现土壤啊很干燥 那这个时候我们千万不要等它干透 要立马把水给它彻底浇透 那怎么确保它的水浇透呢 我们可以拿一个脸盆过来 把脸盆里面装满水 然后把枝子花的这个花盆 浸泡到脸盆里 泡20分钟再拿起来 这种浇水方法呢 叫做浸盆浇水法 这种方法就可以确保每次浇水 都让它的整个花盆吸饱了水分 绝对不会缺水 这样养枝子花 是更适合的一种方法 好的 接着我们来讲 枝子花对土壤的要求和换盆技巧的习性 首先来说它对土壤的要求 枝子花这个植物啊 它对土壤的土质呢要求不高 你不论是路边挖的田园土 还是家庭高端的营养土都能种 这个问题不大 但是我们一定要了解到啊 枝子花呢 它对土壤的酸碱度要求很高 那枝子花到底是一个血酸植物 还是洗碱性的植物呢 我教大家它是血酸植物 而且非常的血酸 如果土壤碱性太重啊 会造成枝子花 出现花苞 脱落 开花不良 叶片黄叶等一系列的问题 那有话有说 我怎么知道土壤是酸性还是碱性呢 我告诉大家 很多花友家里都是碱性土 这是因为自来水就是碱性水 你长期浇水又不施肥 它的土自然就变成碱性土了 那这个问题在北方更严重 因为北方花友自来水碱性是更重的 这就是为什么北方花友的土啊 它长期用自来水胶表面都会形成白霜 这个就是土壤反碱的现象 所以你如果把枝子花种到这样的土里是养不好的 因此我们在家庭养枝子花 一定要学会定期的给它的土壤进行调酸 怎么调呢 好我们在家里准备一些硫酸亚铁就可以了 我们把这个硫酸亚铁呢 对水稀释1000倍 然后每隔一个月给枝子花浇灌一次 这样就可以让它的土啊 长年保持弱酸性 这就符合它对土壤的习性了 理解吧 好 试完它的这个土壤要求 我们再来讲一下它的换盆的技巧 那枝子花啊怎么换盆呢 我们首先要清楚换盆的时间节点 大家要注意第一个技巧 千万不要一买回家就换盆 这是很多新手喜欢犯的错 因为你刚买回的枝子花还没有适应你家的环境 换盆容易不浮盆 出现黄叶死苗 所以啊你至少要在家里养一段时间 在你家里开始正常生长了 再来考虑换盆的问题 那换盆第二个时间节点 就是千万不要在枝子花 在大量开花的时候换盆 很多新手花友啊 这个枝子花还在开花呢 还有很多花孤朵就给它换 这个时候对植物的损伤是最大的 一定要等它的所有花朵全部自然凋谢 那就是一年当中最好的换盆时机 第三个换盆节点呢 就是一定要等它的花盆呢 土壤内部的根系全部长满了花盆才换 如果没有长满就千万别换 明白吗 这三个节点大家一定要注意 必须同时满足 好说完节点的问题 再来讲一下换盆具体的两个实操技巧 第一个 我们换盆之前一定要观察一下你的枝子花 原来用什么土种的 你换盆尽量的选同样的土 或者土质接近的土来给它换 这样才有利于整个枝子花的浮盆 那第二个技巧呢 就是如果枝子花原来的花盆很小 你千万不要一次性就换太大的花盆 换花盆要循序渐进的增大 不要一次性太大 因为太大呢 土壤太多 很容易蒙根浪根 所以养花不是花盆越大越好 懂吗 一次换花盆不要贪大 越贪大呢 越容易死苗 好的 接着我们来讲 枝子花对透气性要求的习性 那枝子花啊 它是一个洗开放通风的植物 所以我们家庭盆栽呢 尽量要养到开放式的阳台 让它通风 这才有利于枝子花的生长 那有花友就问了 那我家里啊 它就是封闭式的阳台 通风性很差 我很喜欢枝子花能不能养呢 那我告诉大家 如果你一定想养也是可以养的 但是需要注意三大技巧 那封闭阳台养护第一大技巧 就是要尽可能靠着窗户养 而且啊 最好是你拿一个花架 把它拖起来 放到花架上 花盆跟窗户的高度平行 这样它能接受更多的光照 以及更好的通风 那第二个技巧呢 就是封闭阳台栽培的时候啊 枝子花的前后左右 不要摆其他的花 跟它挤在一起 新手很喜欢犯这个错误 很多花全部挤在一起呀 如果靠的枝子花太近 会大大影响 枝子花的通风性 所以植物跟植物之间 一定要隔开一些距离 最起码也要做到叶片之间 不要相互覆盖 第三个技巧啊 就是封闭阳台养的时候 每次给枝子花浇碗水之后 一定要开窗通风半个小时以上 这样盆内的接水蒸发的就快 不容易出现梦根和浪根的问题 尤其是在盛夏季节 一定要多通风 好的 接着我们来讲一下 枝子花的施肥技巧 那养枝子花 我们怎么给它施肥呢 我教大家 我们在生长季节 枝子花的生长季节 要是两种肥料才行 第一种肥料呢 叫做醋花肥料 就是它 叫磷酸二辛甲 磷酸二辛甲呢 能够极快的诱导植物花芽分化 开更多的花 因为它是高磷元素的肥料 那这种肥料是专门让枝子花开花 以及做花做果 效果非常好 花苞都不容易脱落 所以这个肥料一定要用 第二种肥料叫做HB101 就是它 这个HB101在世界范围内 都是广受认可的植物活力素 使用它之后 可以打破植物的浆苗状态 促进植物细胞分裂 它可以使得整个枝子花的根系 茁壮 芽点更多 那这两种肥料呢 生长季节 我们需要混合来使用 具体怎么用 我具体给您演示一下 我们施肥的时候呢 需要准备一个盛水的容器 然后呢 装上1000毫升的清水 像这样 把水装好之后 我们首先加入磷酸二辛甲 取一个小勺子 然后呢 咬一勺磷酸二辛甲 洒入清水中 快速的搅拌均匀 让它溶解 溶解了差不多之后 我们紧接着呢 添加HB101 1000毫升清水 加4滴就可以了 1滴 2滴 3滴 4滴 好嘞 4滴就足够 然后再一次的搅拌 让两种肥料充分的融合 融合完成之后 在枝子花的生长季节 每隔10天 给枝子花浇灌一次 就可以了 像我这样10天浇灌一次 那么你的枝子花 它开花的量会增多 生长的速度会加快 好 说完生长季节 我们再来讲一下 非生长季节 就是冬天 这个冬天啊 气温低 它不生长了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给它换一种肥料 换什么呢 换有机肥料 比如说 我手里拿的这个羊粪肥 看到吧 它就是有机肥 那为什么冬天 我们要用这个肥料呢 因为这个肥料啊 它在冬天使用 非常温和 不烧根也不烧苗 它不仅可以给 枝子花提供大量的能量 营养 而且可以改善土质 让土壤疏松透气又肥沃 不板结 那用法很简单 我们每隔一个月 在冬天的时候 取适当的羊粪呢 埋到它的花盆边缘的土壤里就可以了 这样啊 它就 这个 吸收营养 而且呢 土壤更疏松 一个月一次就足够 然后开春之后 再换回刚才那两种肥料 一年四季这么交替来施肥 那么你的枝子花就会长得非常棒 好的 最后我们来讲一下枝子花的过冬技巧 那枝子花啊 它在南方是可以户外露天过冬的 但是在北方呢 就需要在室内过冬 否则会冻死它的 那除了北方需要保温 北方花友还要注意第二个技巧 就是冬天最好在室内养的时候 给它加湿 因为太干燥呢 它的叶片啊 很容易出现呢 干尖黄叶卷边 所以冬季如果北方的话 有在室内养 因为他们家有暖气嘛 太干燥了 你就准备一个喷壶 每天早晚呢 给枝子花的叶片 像这样喷雾加湿 早晨喷一次 傍晚喷一次 一天喷两次 这样可以大大增强 它叶片周围的空气湿度 预防黄叶 干尖 以及卷边的出现 那第三个技巧呢 就是指的 这个南方的花油啊 它在冬天气温很低嘛 那枝子花呢 生长代谢会减缓 削水量会减少 千万不要在冬天浇太多水 在冬天 我们需要减少浇水量 等它的盆土干透 少量的补水就可以了 好的 以上就是关于枝子花课程的 全部内容了 我是一木 希望大家继续努力学习 下方的课程 我们下堂课 再见了